永恒之门 第2131章 初遇 作者 六界三道 今日的仙界比往昔要热闹 因为当年神魔大战在虚妄和约架被关进小黑屋的人都被放了出来 自由的气息让人春风满面 乃至情道深处还不由生出一种作诗的意境来 然 想来想去 貌似没那个文采 唯有一声狼嚎来表达此刻的心情 啊 初遇了 他奶奶的 整整一甲子啊 六十年了 老夫为荒度光阴 速回神界 仙界不宜无等久留 如这般话语 此起彼伏 数不清的神光 自星空划过 如神朝的强者 都奔向了神明海 如禁区和至高传承的神魔 包括各大禁区之主 都在第一时间冲销而上 以最快的速度 遁回了神界 临走前 都还回望了一眼仙界 面目都争鸣地吓人 没完 此事没完 待他们重整旗鼓后 定还会卷土重来 会用神朝的血 来浇灭他们滔天的怒火 老夫掐指一算 主宰在鼠前 月下 不知多少老家伙 意味深长的吕胡须 六十年太短 这就给放出来了 若说没送好处 鬼都不信 的确 灵之化在鼠前 偌大的天地 全是仙石和神石堆积成的山月 除此 还有密器 法宝 丹药 密卷 多不胜数 全是敲竹杠得来的 也得亏吴道没在者 若是在 多半会语重心长地来一句 小丫头 你还是太年轻 这话不假 吴道奈斯做制裁者时 可比灵之化很多了 有多狠呢 陆飞留好 剩下的 都放我兜脸 提及吴道 脸色还是很黑的 灵之化没少给他放血 为此 明神和竹空还狠狠鄙视了他一番 好歹是前任仙界竹仔 也没见人给你留点面子 害得他俩也跟着遭殃 特别是竹空 胡子都被薅光了 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神明海外 聚满了人影 有初遇归来的 也有 初城迎接的 融成了一大片 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多年未见 少不了一个大拥抱 正所谓 人以类聚 兽以群分 老乌龟 元神 大鹏 麒麟 小青鸾 九尾狐 太上凶虎 混沌龙他们 是扎堆的 其他人没啥 倒是元神 粘布垃圾 走前 他明明有尾巴的 此番再看 尾巴没了 还总也长不出来 老乌龟比他更蔫儿 原因这些年 经常做噩梦 总会梦见一口大铁锅 一锅炖的下的那种 整得他那个精神涣散 被囚禁 你俩也不闲着呀 六十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两口子变成一家三口 也合情合理 如黑白双煞 就造了个小娃娃出来 那不 水神正滴溜着一条腿 拎在手中 上下左右的扫梁呢 这个小玩意儿 生得着实可爱 有娃的 不止黑白双煞 还有很多 如不朽神体和初遥古神 就一人抱了一个 着实让小伙伴们惊讶了一番 他们记忆中 这俩不来电啊 话都基本没几句 偏偏就搞一块去了 如此 还得感谢制裁者 若非把他俩关在一座监狱 也难有日久生情 你俩 可不能睡错了 不少老家伙 这儿八经地给不朽神体上了一课 初遥古神啊 洛霞当年的本尊 即便洛霞恢复了自由身 他俩 也还是生得一模一样 别哪天喝高了 分不清谁是谁了 成双成对的 还有很多 所以说 主宰还是有些人情味的 瞧那一对又一对 乱点鸳鸯谱也好 乱千因缘献也罢 都是在被囚禁时 变成两口子的 一场劫难 一场造化啊 魂天魔王揣着手 左瞅右看 初遇的这帮人才 九成九以上 修为都有精进 有属祖神和道主 威压最强 神龙道尊和汉天蛮神 弱了一筹 但也都入了准荒境 其他如石鸣 长生仙 不念天 道君 道仙 孟仙 携君 霸刀 无忧仙子 鬼罗王 查圣 仙庭九大神将 神明岛主 昆仑仙 仙君 也都有了一场大蜕变 尴尬的是 搭火神明和苍苗老神 该是年货看多了 也或者是道出了问题 修为不尽反退 让人眼前一亮的 还得是雷神邪念 何自在邪念 不知涅槃了几回 底蕴真强悍的下人 连诸多老神 都倍感压抑 看 扛把子回来了 小雾灵如一缕流光 在空中窜来窜去 无须他说 众强也都忘记了 乔天边 已有一大一小两道模糊的人影 牵手而来 正是赵云和小紫夕 那小丫头谁啊 占天行好奇地问道 如他 被关进小黑屋的那帮人 如星月古神 纸罗 造化神术 小顿甲 云仓子 也都一头雾水 他与女王的孩子 藏天老道 话语悠悠 这 太多人挑眉毛 事先并不知情 唏嘘折舌之余 更多的是叹息 当年天道一击 毁了葬神鼎 也毁了露天女王 虽然 他们不知赵云和女王 是何时凑成一对的 但 那绝对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情缘 若非爱到极致 女王又怎会不惜性命 舍生枉死地为赵云挡刀 爹爹 相公 雨儿 小紫云和小紫月已迈着盘跚的小脚步 迎了上去 人还未到 便伸出了小手要抱抱 多年不见父亲 很是想念 还有瑶月 洛霞和妙宇他们 也都满目柔情 身为父母的芙蓉和赵云 字也不缺场 逢到这般场面 忘情古神都格外懂事 会放芙蓉出来 凉快凉快 好让他们一家团 去 许是惊人太多 小紫细有些怯场 躲在了赵云身后 只露出半个小脑袋 好奇地忘看 他们 都是亲人 这 也是我们的家 赵云笑得温和 谋中也颇多沧桑 六十年了 当年被囚禁的人 都回来了 一场战火 一场生离死别 有温存 也有伤痛 你是谁啊 我叫赵紫熙 我也姓赵 我叫赵紫云 我是赵紫月 大人们还好 三个小家伙见面 奶生奶气的 该是血浓雨水 他们未感到陌生 反而很亲切 老话说得好 隔半亲 赵云抱了俩 芙蓉抱了一个 我们 都是你的娘亲 姚月笑得温柔 洛霞和妙宇他们 也颇感亲密 小紫细的娘亲 已不在 往后余生 由他们来守护 这 啥个血统 他的眼 灭是眼 先天时空 自带神力 不少人摸下巴 看的是赵云和女王家的瓦 啥血统 先有人能说出所以然 绝对始祖级 始祖级好啊 那是一脉 传承的老祖宗 论妖念 还是赵家的牛 各顶各的逆天 看过小紫熙 众强又看赵云 这或与六十年前 大不相同 那脸中透着一股子淳朴 该是反扑归真了 修了平凡的道 人处在那 咋看都像是一个凡人 越如此 越证明他不凡 看来 这些年他也未偷懒 新的一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过年了 我也想多陪陪父母和孩子 所以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过年期间 可能会断更或少更 年后不更 多谢大家一路支持和鼓励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2章 又走一个 作者 六界三道 呵 月下的至尊城 酒香飘逸 人生鼎沸 六十年后重聚 漫山遍野 都摆了酒桌 当说起这一甲子 太多人感慨 当提及当年的神魔大战 也少不了泪水 禁区伤亡惨重 他神朝又何尝不是 但 有战争便有人死 日后 还会有很多血战 经历战火洗礼 而又能存活下来 才是真正的蜕变 该死 比起神朝 禁区和至高传承 以及他们的盟友 嘶吼声便颇多怒意了 三次神魔大战 三次杀鱼而归 哪回不是伤亡惨重 时至今日 皆根基大损 联盟 还是五大禁区呼唤 要重聚漫天神魔 再下界一战 尴尬的是 回应的少之又少 散修大神 都忙着在小宇宙找本源 其他至高传承 特别是刚出狱的那帮至尊 都缩在老巢 兢兢业业的修乾坤 短时间内 着实无暇他顾 乃至禁区喊到最后 愣是喊得了个寂寞 三天三夜的酒宴 神朝喝得酣畅淋漓 第四日 众强财缓缓散去 静修的静修 论道的论道 不过 也有别的发慌者 出城约了一架 如战天行和不朽神体 妥妥的好基友 六十年未见 也是六十年未有切磋 一言不合 就想过几招 无慎输赢 一战打下来 战天行那张脸 整个被对歪了 不朽神体 则是捂着裤裆回城的 那个眼泪汪汪 某人不讲武德 不知对他小兄弟 放了多少大招 为此 初遥古神一个心情不爽 把人战天行的山峰 掀了个底朝天 顺便 给那伙狠狠收拾了一顿 哄 碰 约驾者 不止他俩 还有元神和汉天蛮神 都好战的主 同级别一战 打得天崩地裂 二 当然 也有含蓄的切磋 如长生仙和道仙 如祖神和道主 人就摆了一盘棋 在棋局中博弈 造出了不小的动静 有一项映射在飘渺虚无 演的好几日 仔细 看 有蝴蝶 那是什么话 还发光 赵家山峰 有十好几个小娃娃 不全是赵云家的 也有别家跑来玩耍的 相同的是 他们都血脉不俗 多是一两岁模样 短时间内都长不大 一个个都粉嘟嘟的 肉乎乎的 凑在一块 嬉戏玩闹 乃声乃气的笑声 不绝于耳 还是姓赵的那撒谎眼 竹空悠悠道 也对都始祖级血统 岂有不谎眼的道理 就是这性格 小紫月太高冷 小紫月太活泼 小紫夕则两两参半 时而高冷 时而活泼 无等 任重而道远 名神一语深沉 这话 很多不正经的老家伙 都在叨叨 小孩子嘛 还是调皮些好 若隔三差五地带走 好好地教导一番 他们有自信 能带出一帮很有活力的小娃娃 一句话 奔着神潮的扛把子看齐 说到赵云 自回至尊城 便时常坐在树下发呆 如此刻 他就做那大半赏了 如个石像一动不动 逢见他这般 某些老家伙 就格外猴急 那多美女 也不知整点有意思的节目 譬如 多造几个娃 事实上 赵云是遭了梦之道反噬 云烟和梦仙都来看过 是这么个定论 这种道 很是邪乎的 发呆都是轻的 他们参悟时 没少一时混乱 浑浑噩噩的事 也时有发生 浑噩的没有 梦游吗 赵云倒是有那么几回 这点 姚月他们最 清楚 某人总会半夜来串门 这等剧目 组演了好几月 鬼晓得他在众女的闺房 转了多少圈 可就是听不到 木床之鸭的声响 上没上啊 大鹏的嘀咕 也是众神的嘀咕 没人给答案 就见他搁那下溜达 夜幕又悄然降临 城中有梦之光绽放 赵云这才恢复清醒 一步走出山峰 他在现身 已是一片幽静的小竹林 他到时 恰见金凝霜 从梦中回归至尊城 方才的梦之光 便是因他而起 整个山峰都如梦似幻的 月神和地仙也在 在林中造了一座古老的祭坛 除他们还有云烟和梦仙 以及双煞的徒儿小仙子 我 要走了 金凝霜轻语 走 赵云本想挽留 可话到嘴边 还是停了 他也去过外宇宙 死都要回故乡的心境 他感同身受 待我向他问好 赵云笑了笑 他是一个信业的人才 多年不见 甚是想念 好 金凝霜难得一笑 将一幅画像递给了赵云 画中 是一个女子 名幻晴梦瑶 赵云接过 平静的心神 又起波澜 你会记得我吗 小仙子眸中 有水雾萦绕 该死的情 该死的一见钟情 让他爱了个不该爱的人 会 金凝霜轻语一笑 缓缓转了身 祭坛上 他对月神和帝仙 对梦仙和云烟 行了一礼 这四位前辈 帮了他很多 恩情 他会铭记 死星 生死未卜 月神话语飘渺也梦幻 再等几百年 可安全送你离去 帝仙说道 生死 我都认 基凝霜的神色 前所未有的间 定 代我向他问好 月神也有这么一语 那是跨宇宙的星星相惜 化落 便见他拂袖 寄了轮回法则 和伟天之力 隆目了基凝霜体魄 帝仙亦有施法 以一道岁月之光 护了基凝霜的真身 但愿途中 没出意外 有缘再见 梦仙和云烟 则一左一右 纷纷结了硬诀 跨宇宙梦回故乡 需要两个 同修梦之道的人 为其开道 配合月神和地仙造的祭坛 才不至于迷失 毕竟 外语不比宇宙 潜藏着无数的凶险 有缘再见 金凝霜偏然而立 梦之光又一次徜徉 最后一眼 他看的是天地 许多年了 他来外宇宙 许多年了 虽然大多时候在梦中 可在这片世界 他战过也涅槃过 那些 都是宝贵的记忆 窝 威风轻浮 祭坛一声轰颤 其上的神闻 一瞬集体复苏 而金凝霜 则体魄虚化 如梦一般消失 无人知道 他能否回到故乡 只知 他的路 很远很漫长 得 又走一个 朝着望看的老家伙们 都深吸了一口气 前有浩天 后有金凝霜 皆是逆天的妖孽 这般人才 若留在神潮 他年必是绝代狠人 可惜 他们皆是过客 一路走好 赵云心中 喃喃一语 是为送行 生离死别 他经历过 着实不愿夜晨 也那般伤痛 小仙子哭了 哭得是泪眼婆娑 此番离别 或许便是永恒的诀别 哎 月神一声叹 俯首带走了小仙子 这小丫头 与他的某一事 颇有渊源 他会传奇不识之法 会让他一路高歌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3章 一元大将 作者 六届三道 第2133章 又来一元大将 至尊城 宛如大戏台 有人走 便有人来 姬宁霜离去的第二日 便见一人走入神明海 定眼一瞅 竟是露天神将 销声匿迹 已有一个甲子 与西年不同的是 如今的他 多了一份内敛 少了一份英姿 不知哪年卸下了铠甲 只一身素衣 且并脚 还多了一缕白发 看得老乌龟很不自然 想当年 他与露天神将 可没少相爱相杀 正所谓 不达不相识 因赵云和女王结盟 露天神将 也自然而然地成了盟友 神魔大战时 他那把神刀 不知砍了多少至尊 好强啊 汉天蛮神摸了摸下巴 好战如他 看露天神将的谋 都藏满了忌惮 莫说他 战力高深如道主和祖神 都倍感压抑 不愧是露天女王 坐下第一神将 此人之可怕 还远胜往昔 该是女王的死 他遭了沉重的打击 化悲痛为神力 极尽涅槃 城门 是开着的 霉人蓝露天神将 非凡霉蓝 还有颇多老家伙 出门相迎 既是盟友 自是盛情款待 露天神将不语 一步步踏入 进了赵家山峰 这货 怕不是来砸场子的 魔王眉毛微调 砸场子这个词 用得眉毛病 只要眼不瞎 都能望见 赵家山峰的变化 自露天神将走路 那一整座山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寸寸结了寒冰 连花草树木 都蒙上了一层冰炸 那 是露天神将的杀意 让人不觉以为 他是来寻仇的 毕竟 他家女王是 卫护赵云而死 理所应当的 将杖算在了赵云头上 你来了 赵云一语平淡 寥寥三字 请客间 画进了漫天寒冰 哦 露天神将依旧不语 只振臂一挥 甩出了一道毁灭的刀芒 直批赵云头颅 赵云未动 也未看 任由刀芒凌身 然 刀芒距他头颅不过一寸时 磨得停了 随之脸于无形 只剩刀鸣翁颤 为何不躲 露天神将淡道 若你是为太息 仅可批来 赵云拿了酒 摆在了桌上 神色无喜无忧 平静得吓人 真该多了你 露天神将缓缓走来 口上虽这般说 但还是坐下了 抄起一壶酒 一饮而尽 他一生都敬重女王 自也不舍地伤他所爱 丫头 过来 赵云喊了一声 小子戏乖巧 迈着蹒跚的小脚步 跑到了桌前 先喊了一声爹爹 才仰起小脑袋 好奇地望向露天神将 很陌生 却也很亲切 见他 露天神将酒都不喝了 正正看了很久 以他的眼界 如何看不出 这丫头有灭饰眼 且先天时空 体内更有一股神力潜藏 传承于他家女王 他名赵紫熙 赵云阴色沙哑 无须他说 露天神将 那双暗淡的眸 也多了一道光 冷漠的脸庞上 也难得有了一抹温和的笑 赵紫熙 太熙的熙 这是他家女王的孩子 竟未死在天道一击下 竟未随女王一同葬面 好 露天神将 抱起了小紫熙 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因为往后余生 他貌似有事干了 女王的孩子 他会穷尽一生去守护 至死方休 嗯 又得 一员大将 水神拿了小本本 一番龙飞凤舞 写下了露天神将的名 要说这尊神将 也的确疼爱 急了小紫熙 前不久 还一脸万古不化的冰冷 眨眼的功夫 就趴那了 拖着小丫头 满草地的跑 哪还有顶天大神的半分威严 整得一众老辈 都一阵干咳 前与后的对比 大相径庭 着实让人猝不及防 总的来说 结局是好的 为女王也好 为小紫熙也罢 露天神将 的确上了神朝这条贼船 贼 就该干点贼要干的事 当夜 城中便有大片人影出城 除了赵云 修为最弱的 都是地神境 这般大阵仗 自然不是去游山玩水 而是去神界搞事情 那么多至高传承 他们得先找一家开刀 露天神将本没心情理会 但听说是打藏海 拎着刀便跟过来了 他露天一族与藏海一脉 有血仇的 女王不在了 她得肩负其使命 嗯 兵强马壮 蛮神左右仇了仇 不是一般的有底气 在场的众神 无一例外 也都是这心境 特别是瞧见月神和地仙 腰板挺得更是笔直 有成场面的 谁来都不怕 一个乾坤大笋的藏海 他们足能一路横推 不急 慢慢来 神龙道尊抱着一口刀 用衣袖擦了又擦 这 也是众神想说的 也都早已盘算好了 五大禁区抵运雄厚 他们自认干不过 但 收拾那些个半吊子 至高传承 还是能做到各个击破的 赵云无甚言语 只以永恒本源 洗练藏神鼎 自出狱 自回归至尊城 此事 就好似成了她的必修课 只愿有生之年 能复苏藏神鼎昔日的灵志 可惜 事与愿违 这么多天过去了 藏神鼎依如磐石 毫无动静 更莫说灵志复苏 真 十个多年 再来神界 赵云手中的龙渊 翁颤不止 沉寂太久了 她已等不及 要饮至尊的血 何止她 此行的众神 枪中也都憋着一股火气 禁区和至高传承 三次攻伐神朝 哪次不是堵着门打 难得他们大规模主动出击 不掀了藏海 事不罢休 提及藏海 夜里并不平静 偌大的天地 多人影传动 侍卫 修乾坤 藏海天君自也在 他与至高神器 一并被仙界主宰囚禁了六十年 藏海也等了他六十年 就等着荒神兵 修乾坤了 该死 藏海天君咬牙切齿的低吼 藏着颇多怒火 堂堂至高传承 这些年 不知遭了多少霉运 先是小宇宙冲击 后是月神他们拆家 再是大乾坤壮大乾坤 他家的根基 俨然已成一堆烂滩 就这 三次神魔大战 还伤亡惨重 时至今日 无论是底蕴 还是战力 都远不负万古前的盛况了 嗯 藏海天君猛地侧谋 望看天外 就在前一瞬 他嗅到了毁灭之意 要不咋说是鼎天大神 感知就是敏锐 方才有察觉 便见一道轮回见光 将整个天穹 都劈开了一道大裂痕 而后 便见滚滚煞气灌入 淹没了天地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4章 速战 速决 作者 六界三道 谁 你祖宗 藏海天君一声怒吼 惹出一片轰雷 哦不对 是一片如轰雷般的爆合声 鉴于神朝的人才 都一个尿性 此番没有你大爷 没有你爷爷 直接一步到位 豪的那个惊天地气鬼神 嫡妻 藏海天君生如虹中 第一时间寄了荒神兵 欲将那道大裂痕 强行抹去 嗡 天外有轰隆 能见一柄黑剑和一面神静袭来 正是森罗剑和荒天静 一左一右 强行撞翻了藏海荒神兵 朕的藏海天君都一声闷哼 险些跌下虚无 不等他站稳 便捷漫天人影 自大裂痕杀入 为首的 正是月神和地仙 一个轮回海 一个岁月长河 吞天灭地 只一刹那 便毁了藏海十万江山 月神? 地仙? 藏海天君骤然色变 藏海众神 也心神俱颤 怕与不怕 都不妨碍月神和地仙出手 联合洞神通 将方才站稳的藏海天君 拖入了岁月轮回 连带藏海荒神兵 也一并卷走了 是所谓 射人先射马 擎贼先擎王 收射这俩 看你压得藏海 还蹦得不 来 祖神执掌荒天静 众神与之合力催动 另一方 道主则撑起了森罗剑 亦有众神 亦同灌输神力 快 起阵 新任藏海之主嘶吼 立于山巅 灰剑之天 令下 便见数万道光柱 冲销而上 各自相连 成一座护天结界 配合藏海乾坤 守护这片浩瀚天地 然 不好使 乾坤不完整 结界自也残缺 最主要的是 没有荒神兵坐镇 轰 碰 荒天静和森罗剑悬天 齐齐复苏至高神威 他们如两轮太阳 皆绽放了炙热而毁灭的光芒 破 二祖神一鹤铿锵 道主一声如雷霆 两尊荒神兵和力 一击轰开了结界 破 藏海之主喷雪 一头栽落了虚空 藏海的众神 也成片的被震的翻飞 还未完 荒天静有神盲降落 森罗剑有剑光斩下 两道催枯拉朽的功法 当场轰穿了藏海 那 是毁天灭地的一幅景象 藏海的岛屿 一座接一座崩塌 悬于半空的宫殿 也一座接一座的炸毁 无论是岛中仙 还是殿中神 阶成片的碟雪 底蕴薄弱者 甚至连惨叫都没 便被一击抹杀 最惨的 还是藏海的乾坤 本就是个烂摊子 挨了两尊至高神器轰击 无数阵脚毁灭 无数神闻崩断 自成一界的天地 一瞬散尽了大半光辉 速战速决 祖神一步跨越虚无 对上了藏海之主 道主不分先后 一道因果法则 显身批了藏海神王 救你了 拿跑 露天神将提刀来 卷走了藏海殿主 厚道的神龙道尊和汉天蛮神 则引着荒天镜和森罗剑 一路砸一路劈 将一片片天地 毁成了废墟 杀 神朝众神随后变道 煞气铺天盖地 没有人藏着掖着出手及杀生大树 乱了 整个藏海都乱了 从天府看 八百万里天地 无论是岛屿 还是山峰 无论是沧海 还是虚空 入目所见 接大战的人影 雪光与闪电交织 法则与神盲共舞 如走得了 赵云也到了 将一人堵在了九天 那是个蟒袍青年 生有一双金色的眸 修为准地神 拥有不凡的血统 本源的义 像 乃一片湿山血海 他 便是藏海神子 更准确说 是新任藏海神子 上一任神子吗 也是赵云灭的 滚 藏海神子双目星红 一刀劈裂天地 欲夺路而逃 没错 是逃 未经这光景 他藏海一家 挡不住神朝 灭 赵云一语冰冷枯迹 灰剑划出了一道星河 藏海神子被拦下 挨了鱼威鱼波 横翻虚空 灭是 大罗天守 赵云跨天而来 一掌盖下 便是遮天的五指印 其掌威灰红磅礴 染着末日之光 也带着毁灭之意 破 藏海神子叠血 神区被碾成一滩血泥 但 毕竟是准地神 哪能没有保命之法 见其天灵盖 有神光冲销 一击破了灭世掌威 而他 则拖着残破的元神 头也不回地往外盾头 开盾的不止他一个 还有诸多藏海至尊 被杀怕了 打着打着便跑了 颇有丢盔卸甲 全现溃败之招 嗡 天外 有雷霆划天而过 一道接一道 定眼望看 才知那雷霆 是一道道的神剑 乃帝风的杰作 并未参战 拎着太语弓守在了外围 谁谁想逃 那就设备 他准头不错 挨个点名 破 咔嚓 顿走的藏海至尊 俨然成一个个火把子 至尊级的蟹花 在天穷绽放了一朵又一朵 留下 赵云一个顺身 追至藏海神子境前 挥剑变斩 这思 守护之法到不少 有虚幻的铠甲守护真身 正是这般铠甲 卸掉了赵云剑威 一击如同挠痒痒 美中不足的是 铠甲是一次性的 用之则消散 于藏海神子而言 挡下一击便够了 或许能逃走 这想法 还是挺美好的 然而 现实一般都很残酷 赵云极尽锁定 开了丧神钟 还是这玩意儿好使 一击砸下 宛如巨月凌空 碾塌了万里天地 也砸得藏海神子 真身近乎瓦解 疯 赵云已到 演出了一尊玲珑宝塔 当场镇压 老祖 救我 藏海神子的咆哮 歇斯底里 别说 还真被他喊来了 只不过 藏海天军出场的姿势 不怎么美观 就像一颗染血的陨石 从天坠落 还未跌入沧海 神区便炸灭了半边 没办法 他的对手太强悍 一个九世神话 一个仙庭女军 联手为攻 纵有至高神器护体 也顶不住功法 撤 藏海天军披头散发 一嗓子豪遍天地 不能再打了 再打 整个藏海都会灭了 进 月神从天而降 轮回海又一次淹没乾坤 碾仙的岁月长河 则纵横万里 极尽封锁 开 藏海天军满目疯狂 献祭寿员 催动了荒神兵 这一击 还真被救他撕开了一道裂痕 登天顿走 月神和地仙自不干 又联合施法 禁锢了天与地 然 就在此时 一道无上的光 自飘渺虚无降下来 无视阻隔 笔直插入天地 轻轻松松便破了禁锢 连带月神和地仙 也因这道光 而被震退 他们退了不打紧 藏海天军 卷着至高神器跑了 跑就跑了 他凭空消失了 一时间未见半分痕迹 月神未追 地仙也未追 只侧眸 望向了一方 似能隔着无尽虚无 望见一个体魄略显修长的紫衣道人 那 是神界的制裁者 先前那道无上的光 便是出自他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5章 灭境区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身为制裁者 望自插手世间 挨雷劈 合情合理 如神界主宰 大半夜就贼不老实 强行救了藏海天军 惹得上仓降下成戒 一道闪电险 将其劈成肉泥 无妨 死不了 无非就是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 于他而言 该是值得的 若非权衡力避过 若非得了足够的好处 他也不会插这一脚 不得不说 他这番举动 的确整得月神和地仙 措手不及 其他人跑了 倒还好 多费些手脚 总能逮住 但 藏海天军不同 那是一尊顶天大神 且还有荒神兵护体 这般存在 想找 无异于大海捞针 正所谓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那斯若谋足竟搞事情 将会是针对神朝的一场 永无休止的暗杀 当真如此 那神朝除了有限的几人之外 谁都别想出门了 谁能扛住顶天大神 和荒神兵的联合功法 竟还有个惊喜 帝风淡淡一声 神情不怎么合约 月神和地仙猝不及防 他也同样始料未及 人都说 新官上认三把火 神界主宰的火 烧没烧他不知 可方才那一击 显然是奔着 给神朝天赌来的 一个藏海天军不打紧 一个至高神器也无碍 但他俩若凑一块 那就麻烦了 另一片天 赵云以稳稳定身 也望向了遥远的天边 似也能隔着无尽虚无 望见浑身是血的神界制裁者 要不咋说是神朝的扛靶子 觉悟就是高 对神界主宰如此举动 无半分怨对 而且 还非常理解 当然 等神界主宰退位了 若遭神朝追杀 对方应该也能理解 有因必有果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侨神界主宰也已站稳 极尽重塑了体魄 他面如死灰 可死记之下 却藏着一抹冷笑 就是这一抹笑 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脑洞一番 那就是一番话 救天赌 救给你们天赌 过来咬我呀 别说 赵公子若见他尊荣 或许真会咬他 不是冤家不巨头 总能撞见那么几个老乡好 碰 藏海天军顿了 藏海禁区还在 月神已跨天而来 一箭生批了一尊藏海大神 地先与之不分先后 岁月长河纵横九天 当场卷走了藏海教主 以时光之力 生生削尽了其寿命 嗡 赵云则首提龙渊 一路横冲直撞 攻向了深处 他如一尊沙神 逢到一处天地 必有血光乍现 哄 碰 大战惨烈 八百万里乾坤 接电闪雷鸣 至尊如漫天星辰 却是一颗接一颗的坠落 这 这是怎么了 谁说偏远的星空 没有生灵出没 这片星域 就有那么三三两两的人影 或散修 或影视的大神 听闻动静 跑过来一探究竟 这般一丑 原是个大型群架现场 定演在一丑 哎呀 藏海的祖地 而另一方 竟是神朝的众神 他们望见了月神 也瞧见了地仙 皆深染鲜血 宛如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藏海祖地 竟藏在这片偏远的星空 藏得再隐秘又如何 还不是被寻到了 要说神朝 也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从仙界打上来 难道 就不怕被禁区和种植高传成群殴 藏海打得如火如荼 场外也是 聊得热火朝天 聊归聊 看归看 没人敢管两家的闲事 更没人傻不拉几的参战 怎不见藏海天君 和藏海荒神兵 他们在与不在 貌似都无甚区别 只藏海一家 哪里顶得住神朝的功法 更多人听声赶来 嘈杂的话语 此起彼伏 看热闹得不嫌事儿大 心情愉悦者 占大多数 从来都是禁区七零四方 鬼小的造了多少孽 也该来个大报应了 如今这画面 瞅着就挺养眼嘛 老祖 救我 藏海之主的嘶吼 颇多哀嚎的意味 待世人望去时 他正拖着血灵的体魄 亡命的逃顿 如 走得了 祖神一语 冰冷枯寂 一道剑光纵横八万里 而后 便是一朵璀璨的血花 仿佛太阳炸裂 藏海之主跪了 被一击毁了神区 连带其本命原神 也便一剑披灭 只剩凄厉的哀嚎声 荡满天地 死 世人多心颤 未见过大场面的 更是神色惨白 那 可是禁区之主啊 竟被一剑 杀入了鬼门关 破 藏海之主之后 便是藏海神王 嚎生如轰雷 他顿得不慢 底蕴也足够强 奈何他对上的是道主 一道道的因果法则 已然将他 斩得不见人形 一路好走 道主化声飘渺 因果成一刀一剑 披天裂地 世人看得清晰 藏海神王在寝刻间 身死盗消 灭 露天神将神勇无匹 一刀更是霸天绝地 刀落 血色的光辉泵射 还卷着一声惨叫 那是藏海殿主 虽也为顶天大神 却是不怎么抗揍 自与露天神将开战 便是全程被压着抱锤 至此刻 崔垮拉修的一刀 直接劈得他身毁神灭 而而败了 不少老家伙 语重心长地来了这么一句 的确 藏海败了 自禁区之主被图 藏海神王被灭 自藏海殿主身语 所谓的士气与战役 便与藏海众神不沾边了 上道准荒神 下道神明镜 如若退朝 无意不再开盾 事实上 藏海也想打 也想与神朝一决雌雄 然 藏海没撑场面的了 连老祖都逃了 连至高神器都卷走了 那还打毛线 谁人挡得住月神 谁人又干得过地仙 不走 不走等着吃鞋 杀 反观神朝众神 则如一尊尊浴血修罗 战役滔天 双方成仙明的对比 俨然已不是大战 而是神朝对藏海的单方面屠戮 有太多藏海至尊 逃着逃着便被轰灭成灰 有太多藏海大神 还不等破碎虚空 便被送上了黄泉路 整个战场都是神朝秋风扫落叶 杀得藏海丢盔卸甲 溃不成军 就这 场外 还有补刀的 嗯 也便是地风 如一只幽灵 神出鬼没 先有人能捕捉他踪迹 只见一道道如雷霆般的剑芒 血卷着毁灭之力 飞舞于九天 且准头颇好 那是剑剑命中 一剑一朵血花 漫天绽放 轰隆声 不知何时湮灭 血色的战场 再无一个活着的藏海至尊 除了侥幸逃脱者 剩下的 都葬在了那片天地 这就 完了 世人看得久久未缓过神 藏海呀 火针架石的至高传承啊 延续万古 不知缔造了多少辉煌 亦不知经历了多少黑暗动乱 竟是在这个时代 被神朝一战覆灭 无人怜悯 更谈不上悲凉 想想藏海攻伐神朝时 那是何等的凶狠 既是攻伐在前 便该想到有今日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6章 问世 作者 六界三道 打扫战场 战落 祖神的呼吓 想满藏海祖地 无须他说 神朝众神也格外实在 成片成片的分身 奔向远方 或自东向西 或由南向北 如若海朝 一路席天卷地 但凡能带走的 如奇花一草 法器碎片 神明血骨 无意拉下 全被干了的精光 嘖嘖嘖 世人看得唏嘘扎舌 那哪是扫荡 分明是拆家式的搬家 一趟曝鲁去 除了地皮 还有啥 女王 你可忘见了 露天神将 一手拎着堂血神刀 撒下了一片酒水 因果自有轮回 灭他露天族的藏海 终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赵云则提剑而行 梅雨微皱 有人在窥看他 他隐约有察觉 那是一股刺骨的寒意 如似烙印 缠上了他 他曾以圣天占卜推演 一番追溯 却朦胧一片 好个神界主宰 竟敢明目张胆地插手 曾做过主宰的名神 吴道和竹空 漫天环看 看了半天 也未寻到神界 主宰的位置 更不知那祸 藏在了何处 只知 有这么个不讲武德的制裁者 于如今的神朝而言 可不是啥个好消息 哄 如雷的轰鸣 不久便响起 朕的心欲都动荡 那是三大至高神器联合攻伐 硬生生的江藏海祖地 轰成了一片废墟 带烟云散去 那片辽阔的天地 已不见神朝众神 只剩星红的血雾飘飞 两久 才见胆大的看客 小心翼翼的踏足 寻思捡点宝贝啥的 然 寻遍了八百万里山河 莫说宝贝了 连一块鲜石都没找着 到了 只剩感慨 感慨一脉至高传承 在衰亡中覆灭 而他们 便是见证者 见证者好啊 有钱证 先前混战的画面 他们已用记忆金石拍下 拿出去卖 有的是人买 戏 不能白看 这些都是发家致富的路 撤 久寻未果 看客们自敢没去 三五成群地退走 而藏海 则彻底归为历史 在星空 孤零零地漂浮 不知何时 才见一道人影 如幽灵一般显化 乃藏海天君 先前亡命逃顿 如今又拐了回来 啊 他面目猙獰可不 晚似一只厉鬼 生死历劫的嚎生 是发自灵魂的咆哮 不知是怒 还是伤痛 无论哪种 都缺不了一种悲凉 至高传承啊 延续万古 在这个夜 竟被杀得只剩他一人 如何对得起 劣带先辈 不死不休 藏海天君的怒吼 冲撞乾坤 惹得九天雷动 他走了 一只高神器开道 去了遥远的天边 破开了混沌云雾 降临在了一座山巅 那里 正有一人盘坐 浑身血淋淋的 定眼一瞅 正是神界的主宰 一尊准荒神器 灭了月神 藏海天君大手一挥 袖中飞出一面燃血的神镜 他多聪明啊 看得也足够透彻 整个神朝 可怕的不是地仙和地风 更不是那神朝之主 而是九世神话 主宰和上仓不出 没人杀得死他 只要将其送走 一切都好说 神界主宰 微然未动 甚至连眼都没睁 见状 藏海天君又先后甩出了一柄血剑和一口金刀 皆货真价实的准荒神器 特别是那口刀 绝对是顶天级的存在 这 算是交易吗 神界主宰淡淡道 当然 藏海天君心红的谋 目不斜视 拿我命 换他命 您老都是这般做买卖的 神界主宰一声冷笑 他是看神朝不爽 但不至于不爽到没脑子 插手世间也分轻重 此番搭救藏海天君 不过丢掉半条命 调养个几十年 总能恢复过来 若公开杀人 那就另说了 无论杀谁 哪怕是一个只剩半口气的凡人 他都难逃一死 最不借 他也是神界的制裁者 可不会那般想不开 至于神朝 细水长流变好 在保命的前提下 隔三差五地给齐添个赌 他还是很乐意的 说到神朝 大道天局已敞开 成片的人影落入至尊城 皆是攻伐藏海的神 大胜而归 不止灭了一脉至高传承 还得了数之不尽的修炼资源 大大充实了神朝的宝库 又能培养出一批人才 拿酒 庆功 大管家一生狼嚎 陈年家酿 一谈接一谈 这才哪到哪 待众神歇息几日 换一家继续整 至高传承多的是 各个击破 绝对是王道 而今这一战 就干得很漂亮了 去了便打 打完便走 要的就是一个快 小意思 老子一棒砸死一个 准荒神晓得吧 被无意掌劈了 若非纳斯跑得快 定让他伸 毁神灭 酒烟异常热闹 总有那么些个不安分的 如那只猴 也如汉天蛮神 正哥那拍着大腿吹嘘 虎的小背一愣一愣的 难以想象 覆灭禁区的一战 打得有多惊心动魄 那场面 该是天崩地裂的 可惜 他们道行不计 只有听听的份儿 想要参战 还得老老实实地修炼 以求提升境界 城中人影乌央 未见赵云 何月神 那一失意图 该是寂寞难耐 半道拐了都弯 去找仙界主宰聊天了 这大过年的 给人送点年货 习客呀 见两人落下 林之化轻语一笑 回应他的 则是轰的一声响 赵云无甚废话 直接搬出了一座山 由仙石和神石堆砌 甚是谎言 逢年过节多关照吗 林之化看了看 并未收 正所谓 无功不受禄 好端端地给他送礼 能说这小子良心发现了 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 赵云张口来了这么一句 有时说是 末套近乎 给我看看神界主宰 一眼便好 怎么 在神界吃瘪了 林之化说着 拂袖说了神石和仙石 史料未及 赵云一语深沉 林之化未在多言 寄了一道水墓 水墓中 混混沌顿一片 混沌眼影的深处 藏着一道模糊的背影 那便是神界主宰 乃开天老祖杜荒神节时 他强行窥看所得 这是他的极限 也只能看到这么多 毕竟 神界不是他的地盘 而且 对方还是与他官位同级的一介主宰 好生面书 看着水墓中的背影 赵云难难一语 何止他 月神见了 也倍感熟悉 搞不好 真是他们的老冤家 若非如此 怎会无缘无故地插手神朝和藏海之事 且救走的还是藏海天君 轰隆 两人看时 林之化遭了雷劈 买卖也好 交易也罢 他此番收钱办事 也算插手时间了 既是违反规则 挨雷劈也合情合理 鉴于情节较轻 雷中并无毁灭之力 泡个澡 睡一觉 又能活蹦乱跳 在此等我 月神率先收谋 留下一语 凭空消失 随之 便闻轰鸣声 像是大战的动静 船字飘渺虚无 哦不对 更准确说 是船字黑洞 赵云神谋如炬 极尽窥看 遗憾的 是 他穷尽目力 也望不到轰生源头 或许 是距离太远 也或者 他眼界不够 无奈 他又看灵之化 他在与谁战 一个不好惹的 灵之化擦了嘴角鲜血 随眸还瞟了一眼黑洞 有些个画面 赵云望不见 他却能一眼洞悉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赵云已皱下眉宇 能让仙界主宰说出 不好惹 那人该有多恐怖 那无边的黑暗 究竟藏了多少未知的存在 能否给我瞧瞧黑洞的大战 赵云阵臂一挥 又是一座仙石山 我不要这些 要小宇宙本源 灵之化说道 本源我已容了 没有 赵云深吸了一口气 总会有的 可以打欠条 灵之化抿了一口茶 如你这般 日后可不好嫁人 赵公子斜了一眼 看是不看 看 他日 可不能耍赖 灵之化拂袖 一手抹过了虚无 无尽的黑暗 被他拨开 有一幅浩大的画面 呈现在天穷 那是个战场 黑暗中的战场 遥远到渴望不可及 而月神 便在其中 除他 还有一个身穿铠甲的人 手持一杆大几 没有挥动 都能造出一番灭世之警 月神的轮回 竟奈何他不得 赵云双目微眯 心神在一阵阵颤 那等级别的战场 莫说身临其境 仅仅是望看 都倍感压抑 他是谁 赵云问道 若未看错 该是恶祖 灵之化轻语 恶祖 你先前所用的战矛 该是出自恶神 而恶祖 便是这一脉的开山始祖 辈分还远高过七神 又是个骨灰级 赵云难语 不自觉间 又搁那掰着辈分 那等级别的存在 是如何活到这个时代的 自封 沉眠 那可不是一般的神 灵之化又道 有多不一般 赵云随口问了一句 他曾为荒神 世间能有第七尊之高神 曾为荒神 不代表此刻也是荒神 灵之化坐下了 王口中塞了一颗丹药 才继续说道 万古前 他自斩了一刀 已非荒神一裂 但战里 是远超准荒神的 还能这么整 赵云眉毛微挑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灵之化耸了耸肩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7章 受打击的神朝之主 作者 六界三道 啥 藏海被平了 千真万确 神朝强势出击 将其打成了废墟 那日我在场 九世神话亲自带队 更有仙庭女军和太语神将 把藏海一脉 杀得尸骨成山 血流成河 至高传承负面的消息 仿佛升了翅膀 在三两日间 飘满了九天十地 整个星空都炸开了锅 凡人隐聚集之地 如古城 如茶滩九四 无疑不再谈论此事 唏嘘 则舌 震惊 各种语气 各种有 不思修道者 还三五成群 结伴跑去藏海探查 真如世人所言 或真价实的至高传承 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然 无人怜悯 更无人洒酒祭奠 既有残酷的世道 铁血的生存法则 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 得此传闻 各大禁区 不知该做何感想 老夫掐指一算 近日 众志高传承 还会有一次大联合 然后 徽兵先见 三次杀鱼而归 也该找个场子回来了 道横高深的老辈 多立在山峰之巅 吕胡须的吕胡须 摸下巴的摸下巴 一大禁区被灭 这可不是小事 神朝有底蕴推平藏海 也有底蕴 覆灭其他志高传承 若在一盘散沙 迟早被神朝各个击破 事实 正如他们所料 藏海被灭后 各禁区私下的来往 变得越发频繁 最积极的 当属藏海天君 如一只神出鬼没的幽灵 在一夜间 走遍了十七个禁区 无非是窜多至高传承 再次联盟 力求一举踏平至尊城 响应者有 如神虚 魔狱 佛国 炼狱和仙种 早有此意 都蹦跋得很欢食 吊链子的也有 如天渊 阴泉 神谷 还在兢兢业业的修乾坤 虽也忌惮神朝 却无暇他顾 于是乎 当夜 便有九个志高传承 彻底自封了祖地 抹去了自家痕迹 也开了最悬傲的遮掩结界 以求自保 就怕不了葬 海的后尘 掉链子的 不止禁区 还有诸多顶天的神魔 除了闭关养伤的 剩下的都在小宇宙寻本源 得了召唤 先有人前来 该死 藏海天军的怒吼 如轰雷般 震战仙穷 五大禁区一窝火 兜兜转转一大圈 还是一盘散沙 指着这帮子诸队友 还想着灭神朝 话虽这般说 该打还得打 只不过 他们需要等一个恰当的时机 三次攻伐神朝 为何都杀鱼而归 仙界的乾坤压制 功不可没 倘若 仙界乾坤压制 提升到帝神级 那就好办了 神朝的优势 将荡然无存 至少 八成以上的神朝强者 都无法参战 先王在逆天 还能硬干不遭压制的帝神 仙界 小竹林 赵云依如封碑 静静助力 目不斜视地看黑洞 自月神进去 自与恶祖开战 前前后后 已有三日之久 至今 多位分出胜负 非凡未分胜负 那片渴望不可及的战场 还隆目了雷霆与闪电 那是法则的外相 与血光交织飞舞 饶氏主宰拨开黑暗 他也看不清戏了 正因看不清 他才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担心 毕竟 月神对战的 乃一尊自斩一刀的荒神 而且 修为还高过月神 真要死磕 怕有性命之忧 无妨的 相比梅雨紧咒的赵云 灵之话就格外悠闲了 握着一部古书 优雅地翻阅 恶祖已至晚年 气血极尽干涸 且有道伤在身 如此状态的他 根本杀不死九世神话 聊 聊一番话 又听得赵云心境大起波澜 在抬眸看黑暗时 顿觉自身很渺小 月神有多可怕 他心知肚明 对上孱弱不堪的恶祖 竟还打得如此费劲 难以想象 恶祖巅峰状态有多恐怖 怕是一巴掌呼过来 能打死他好几个轮回 轰隆 正看时 黑暗的战场 演成了一片大混沌 混沌中 有天地初开之景 有万物毁灭之象 赵云双目 近乎微眯成现 可就是望不穿虚与实 无奈 他又妄想灵之画 灵之画 则又耸了耸肩 主宰并非无所不能 因为黑洞非他管辖 连他都看不清 更莫说赵云啊 怪只怪 恶祖和月神都太可怕 他们之间的争战 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 正 赵云等不了了 提着龙渊杀入了黑洞 其后一幕 于神朝之主而言 就格外的尴尬了 道行太低 没有参战的资格 距离战场还无比的遥远 便被一股毁灭的气场 震翻了出去 未及定身 如光运般的余微诱盗 险些给其壮散架了 若非葬神顶护着 当场暴灭都有可能 扑通 小竹林的池塘 接纳了他之残区 英姿勃发地杀进去 却是半身不随地跌回来 清澈的池水 都被他的血 染得金灿灿的 好一会儿 都不见他冒头 带爬出 他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 坐在池塘边 一个劲地揉眉心 脑瓜子嗡嗡一片 受打击了 林之画还在翻阅古书 随谋还瞟了一眼赵云 赵云未答话 但沉默便是默认 何止受打击 那就是降维式的碾压 就他这点底蕴 再给他一百条命 都未必能杀到 战场 锦于威 就够他身死盗销了 不知何时 黑洞的轰鸣才湮灭 大战落幕了 混混顿顿的战场 也恢复了该有的黑暗 有一道如梦似幻的倩影 提着剑 于内偏然而立 至于恶祖 已不见他身影 死了 赵云下意识问道 逃了 灵之话缓缓合上了古书 随他话落 月神如梦一般降临 他伤得很惨重 神区满目疮痍 连护体的轮回 都被一道道乌黑之气 腐朽的千疮百孔 最吓人的是真身 不知挨了多少重疮 极尽瓦解 笑儿 赵云忙慌上前 莫靠近我 月神拂袖 将赵云推了出去 而他 则盘膝在树下 以轮回和伪天道之力 强势洗恋体魄 灵之话依旧淡定 九世神话伤至如此 恶祖也好不到哪去 沉眠了无尽岁月 醒来便撞上一个绝带狠人 能好过了才怪 若非跑得快 真可能葬在黑暗中 的确 恶祖此时难受至极 本就状态不佳 经此一役 战力大跌 根基大损 突毒他万古的道伤 险些将他吞噬了 好你个月神 黑暗深处 恶祖咬牙切齿 眸子心红不堪 是他出门没看皇历 实在没想到 月神还活着 他该庆幸 没撞上九十月神 不然会死得很难看 给吴等着 恶祖冷冷一生 如鬼魅一般 入了小宇宙 他需小宇宙的本源 来滋养他这干枯的体魄 至于月神 此事没完 他日 薪酬救援一并清算 年过完了 我会尽快补更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8章 找虐 作者 六界三道 除渡劫开天法者 任何人不得出城 重要的是说三遍 但水神这番话 却在三日间 叨叨了八百多回 事实上 他只是个执行者 真正传令的 是他家师祖 不为别的 只因藏海天军跑了 或许已入仙界 若硬要搞暗杀 防不胜防 要不咋说九世神话 猜的就是准 藏海天军 真就来了仙界 晚似一只幽灵 已在神明海外 逛有大半夜了 拉联盟不成 他总得找点事干 只要能给神朝添堵 哪怕只杀一个小玄仙 他也很乐意为之 这是一个 极大的讽刺 至少在灵之化看来 一尊鼎天大神 更兼荒神兵 连小玄仙都被列为暗杀的对象 着实有损治高传承的威严 提及月神 一如冰雕 坐于老树下疗伤 自真身回归 他还是第一次伤得这般惨烈 也无妨 他有伟天道之力护体 无性命之忧 赵云还在 就立在不远处 默默窥看月神体魄 每一道伤痕 都有乌黑之光萦绕 宛如烙印 怎么都去不散 还一次又一次地荼毒月神根基 画灭他之惊奇 他很好奇 呃 祖究竟修得什么道 大战都落幕了 竟还有如此恐怖的余威 饶氏月神的底蕴 都颇敢吃力 换作仙和太语神将 怕是顶不住 闲着也是闲着 切磋一番可好 灵之画末的异语 闻之 赵云眉宇微调 以为听错了 上下瞟了一眼灵之画 堂堂仙界主宰 身容大乾坤 弹指尖可灭顶天大神 找他一个小神明切磋 玩呢 我不用大乾坤 同界一战 灵之画一笑 他是个上进的制裁者 多年来无一日荒废修炼 颇想知道 同级别同境界与赵云战 差距有多大 主宰相邀 雀之不公 赵云说得随意 话落 便见他体魄闪光 将神明的修为 一路封到了洞虚境 不高不低 与灵之画同接 无需留守 我就想看看 我究竟有多少精良 灵之画并非斗乐子 神色颇正重 且说话间 手中还画出了一柄紫色的仙剑 他之气势 也在这一瞬 极尽攀升 体魄有道阴回荡 周身更有异象衍生 惩法向天地 他立于其中 如梦似幻 虽谈不上风华绝代 却亦有风华绝代的前置 好说 赵云捋了袖子 顺便还活动了一下筋骨 早就想做这娘妈了 偏偏有人上赶着找虐 这怎么好意思 正 剑引起 灵之画如金红般杀来 一剑刺破虚无 主宰就是主宰 以洞虚修为 能祭出这般霸道的一剑 也算难能可贵 乔赵公子 则随意地对手掌 哈了一口气 完事 一个大摔杯手 抡了出去 正所谓 大力出奇迹 他这一掌 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掌微恢弘磅礴 乃至灵之画前脚方才杀到 下一秒 便被轮飞到了九霄云外 啥个倒音 啥个异象 啥个剑意 都在刹那间破灭 噗通 还是那个池塘 灵之画砸了进去 溅起了一片浪花 许是伤得太重 也或被打猛了 两久都不见他出来 赵公子还是给他留了点脸的 若非碍于主宰的面子 必有一套九霉衰 不衰残 不算完 莲香西域的没有 干就对了 爽 比那啥还爽 赵云虽无言语 可神态代表一切 此番 幻灵之画兽打击了 自爬出池塘 便做那怀疑人生了 他以为 经历几番蜕变和涅槃 再不济 也能在赵云手中 走过三个回合 可那一巴掌呼过来 他才知何为碾压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 都是摆设 年轻人 你还须磨练 赵公子这话 颇有长辈的那般语重心长 且自理行间 好似还有另一层意思 你若缺陪练 老夫完全能胜任 保准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不求一飞冲天 定叫你浑身酸爽 人啊 就不能太嘚瑟 尤其不能在女人面前嘚瑟 如他 说着说着 就把自个说到树上去了 竹仔很不爽 后果很严重 你这典型的输不起 随风摇晃 不妨碍赵公子脸黑 林之画全当没听见 就输不起了 怎么着吧 还能怎么着 等呗 这是赵公子的心语 主宰吗 总有退位那一日 他会亲自来接 然后 找个没人的山嘎啦 正 两人逗了时 突闻悠扬而古老的琴声 哦不对 不是琴声 是道音 传自月神 赵云不再挣扎 当即竖起了耳朵 静心聆听 林之画比他更自觉 干脆坐在了月神身侧 距离近 听得才清晰 至于月神的煞气 以及其体内残存的恶祖杀意 完全伤不到他 有大乾坤护着呢 道音如神曲 想满小 竹林 赵云听的心神徜徉 林之画更是如做梦一般 这可是九世神话 能坐在其身侧 聆听轮回之音 实乃无上的荣幸 要说藤陀 还得是自家的师尊 月神醒来时 云秀一挥 便将赵云放了下来 林之画未有阻拦 也无暇理会 原因他之心神 已堕入一个极其玄奥的意境 此刻 正在到的海洋中 沉敛心静 不出意外 会有一番不俗的顿武 秀儿 你的伤 赵云凑了上来 无碍 月神轻语一笑 荡进了体内最后一股杀意 那呃 佐 我知他在哪 月神一步踏下 凭空不见 雨之一道消失的 还有赵云 两人在现身 已是一座俊俏的山巅 赵云一眼环看 才知这里是小宇宙 西年被囚禁时 他曾不止一回梦到此地 而今 是真身降临 梦与现实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梦中见不到的灰弘与浩瀚 此刻能清晰觉察 除此 便是一股难以言喻的沧桑气韵 目所能及之地 无论日月星辰 还是山川草木 都藏着岁月的痕迹 美中不足的是 这片新世界很闹腾 鬼知道有多少人在约架 轰隆声 此起彼伏 空气中 多有血雾飘飞 呃 祖在小宇宙 赵云问道 他气血干涸 须小宇宙的本源 浇灌瓶瓶的体魄 月神一边说一边俯首 将赵云 送入了一片植被繁茂的森林 其内 有些许散乱的混沌之气 虽是不多 但融入体内 也大有益处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39章 镇天 作者 六界三道 在此 莫乱走 月神留下一语 转身消失不见 赵云知道 他多半又去找恶祖了 正所谓 趁人病要人命 换作他 也会趁着月色 再约一家 茂密的森林 他如个游客 走走停停 相比外界 这片天地就像一方净土 渺无人烟 宁静祥和 而且多雨雾缭绕 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深处 一片水塘 他缓缓定身 此地灵力很充沛 也多混沌之气徜徉 每一丝每一缕 都是货真价实的小宇宙本源 他不客气 在池塘边盘膝而坐 静心吸纳 本源一经入体 便如一条条温良的清泉 在各大经脉游走 待洗练一番体魄后 归入本命根基 一如往昔 他一心分多用 吸收本源之计 还不忘悟道 正是这个过程 他稀里糊涂地 与天地相融了 对此 他丝毫不奇怪 毕竟 他融的是小宇宙本源 既是本源 那与天地契合一番 也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 他身融天地时 隐隐约约间 望见了一幅幅支离破碎的画面 并非意境 而是有关小宇宙的起源 它非自然形成 而是一个大宇宙爆炸后 残存的一个小碎片 不知经历了多少纪元的演变 才成如今这般模样 好端端的 宇宙怎会爆炸 赵云心有难语 如这个疑惑 很多人都有 小宇宙起源的画面 也不止他一人能望见 但凡在这片新世界 融本源的大神 或多或少 都能亏看到一角 事实上 于他们而言 这都不重要 也没心情理会过去的历史 有本源变好 融于体内 比吃啥都香 赵云这一作 便是三五月 未见他开谋 也未见他动弹 连血脉异象 和导致天音 都被他尽数拦在体内 省得动静太大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三五月间 各界都出奇的平静 唯有这小宇宙 轰鸣声不绝 见天 都有人干账 或是仇家 或因抢夺本源 一言不合 便是大打出手 日子久了 赵云所在的森林 也遭了战火 如今夜 便有人自天外战入 赵云即便再不想动 还是被惊动了 蒙着一件黑袍 躲在暗处窥看 那是一黑一白两老道 皆地神修为 一人提刀 一人持剑 战得天崩地裂 垂落的煞气 一道道都粗壮如山月 成天的空间 背面的坍塌 神之血 则如星河 纵横九天 没见过 赵云看了两久 也未瞧出两人来历 只知那俩皆脾气火爆 怕不是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出手及毁灭之法 一副不将对方弄死 就不罢休的架势 这一打不要紧 宁静祥和的森林 被闹成了一片废墟 数之不尽的参天古墓 被法子的余威 劈成碎渣 浓郁的天地灵力 更是因之溃散 今夜身体有样 改日必斩你 大战不过时余回合 白跑老道便放了狠话 完事 扭头跑了 是所谓战略性撤退 拿走 黑跑老道拎着刀 在后颈椎不放 两人一前一后 打向了遥远的天边 到了 都未察觉下方 还藏着个看客 脚屎棍啊 赵云一声暗骂 也迈开了脚步 此地之本源 他已吸收殆尽 得换个地儿修行 嗯 他转身的瞬间 皱了眉宇 下意识地望向一方 这片天地还有人 有一双泛幽光的眸 正盯着他看 墨藏了 赵云淡淡一声 神明尽修为 能有你这般感知 着实不凡 缥缈的话语 随着响彻 有一道鬼魅般的人影 自黑暗中缓缓走出 蒙着一件紫色大袍 看不清尊荣与五官 只露一双宛如无底幽约的眸 赵云摸了摸下巴 上下扫凉了一眼 奈何 对方的遮掩很怪异 饶视他的眼界 都看不穿真相 唯一可确定的是 那人哪一尊神明 他看时 紫袍人摊开了手掌 掌心多了一物 哪一颗金灿灿的骨字 或真价实的顿甲天字 此字显化的一瞬 赵云体魄颤了一下 更准确说是神字顿甲颤了一下 且还有一道金光 在他身上惊鸿一现 这都正常 因为顿甲天字间 有一种特殊的感应 对方能找到他 多半评的就是这般感应 交出顿甲 饶你不死 紫袍人淡淡道 大半夜的 静说胡话 赵云灌了一口酒 如此 无亲自来取 紫袍人隔空探手 掌指尖还有撰文刻画 掌心处 更有一道漩涡演出 明摆着打劫 赵公子可不惯着他 一拳轰了过来 拳鱼掌碰撞 有雷光乍现 虚无空间 也因此坍塌一片 碰 紫袍人被轰退 脚掌踩得大地洞颤 赵云一眉宇微调 一击硬汗 他的拳头竟然裂开了 气血还被震得一片翻腾 紫袍人比他还郁闷 幽济的谋 还多了些许差一色 神明尽领域 竟还有人能将他轰退 即便他未动权力 但凭那一掌之威 也能轻松碾灭一尊神 乃家的 赵云随手丢了小酒壶 对紫袍人 多了几分兴趣 能让他拳头裂开 足见对方的肉身强度 有多霸道 如此人才 绝非无名之辈 如也配知道 紫袍人悠悠一笑 话未落 他一个空间挪移 杀至赵云进前 还是隔空探手 要接下赵云的黑袍 神明竟有如此的底蕴 他也想瞧瞧这位 究竟是何方神圣 So 赵云早有预判 亦是空间挪移 一步登天 而后 便是一道大罗天手 覆盖了万里乾坤 我捣谁呢 原是神朝之主 紫袍人神谋如炬 终是从赵云这一掌 勘破了对手的身份 永恒体的本源气血 骗不了人 逆天的血统 该有强悍的底蕴 也难怪能一拳将它轰退 念 赵云一字轻斥 掌微毁天灭地 看 紫袍人则随意挥手 甩出了一缕剑气 成一道星河 亦是纵横万里 劈开了赵云的遮天大手 同一瞬 其眉心有荧光冲销 定眼一瞅 才知是一尊宝塔 通体荧光四射 古老的神闻 如烙印鸣刻 连镶嵌其上的一颗颗小神珠 都如太阳一般璀璨 它的显化 让天地都应知定格 最可怕的是其威势 竟是至高神威 染着末日之光 有无穷的伟丽 小宇宙的乾坤 都为其让道 什么塔 赵云见之 不由愣了一下 此塔可不一般 绝对货真价实的荒神兵 乃镇天之神的本命法器 至于镇天之神 神策中是有记载的 妥妥的至高神 它很意外 消弥万古的神魔塔 怎会落在这人手中 镇天一脉的传承 亦或者 荒神之子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140章 常亮的对手 作者 六届三道 嗡 神魔塔轰颤 吞天那地 赵云一个避之不及 被压入了其中 塔内 又是另一番天地 竟藏着一方大世界 有日月星辰点缀 有山川草木衍生 无上的道音 如轰雷一般 响彻万古天穷 而赵云 便被困在这片世界中 被无尽法则封锁 任他气血滔天 也未能破开禁锢 反倒本命神力 被吞噬了一片又一片 此塔 可还养眼 紫袍人悠笑 一步步登天而来 他也不想一个照面 便动之高神器 谁让这是小宇宙呢 真要开打 动静肯定小不了 惹来那帮顶天大神 会异常麻烦 如此 一击镇压 一劳永逸 他之故技 并非无地放始 乔四海八荒 皆有神光闪射 因神魔塔之威 已惊动不少大神 正朝之而来 紫袍人看都未看 拂袖收了神魔塔 踏天而去 带众大神降临 已不见他踪迹 连神魔塔的气息 也被抹了得干净 人呢 说话者 乃到魔君 来小宇宙已有些年头了 不是在找本源 便是在抢本源的路上 基本是哪有热闹 往哪凑 今夜 这片天地就很热闹 竟有人拎着 至高神器进来 奈何 他晚来一步 未瞧见是哪家的 怕不是藏海天君 无相老神也在 脸庞虽空白一片 却不妨碍 他还看天地 可亏看一周 也未瞧出个所以然 只知此地 有荒神兵显化过 神魔塔 神魔尊心道 眸光很深邃 一尊至高神器 一尊顶天大神 接挂神魔二子 没渊源才怪 只不过 先有人说得轻罢了 说话间 又一人从天而降 乃一白发青年 他的到来 惹得不少大神侧谋 多看那么几眼 谋中都多了忌惮之色 不怪他们如此 只因这位 也是个古灰籍 出自神虚禁区 世人不知其本名 多唤其神虚教主 鬼晓得自封了多少岁月 竟从棺材板里爬出来了 如这等级别的存在 神虚还有很多 都是禁区暗藏的底蕴 话分两头 这边 紫袍人已在黑洞深处 显出真身 神魔塔随之被祭出 晚似小太阳 悬在他身前 他以为 被困在塔中的赵云 很着急上火 可大眼一瞅 那或静揣着手 如个老大爷 在里面来回溜达呢 如道友闲情意志 紫袍人嘴角微翘 能否让我死个明白 赵云停下了脚步 无说过 你没资格知道 紫袍人懒得废话 直接起了手印 复苏了至高神威 要将永恒体强行炼化 赵云未言语 从袖中拎出了遗物 乃葬神顶 虽是残破 却光芒万道 简直 紫袍人顿得皱眉 不及他反应 赵云便已拎着大顶开轮了 塔中世界晃荡 愣被他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都有至高神器 仅凭着神魔塔 可封不住他 嗯 紫袍人一声闷哼 被震得半步后退 短暂的一瞬 赵云杀了出来 不由分说 灰顶变砸 险些给紫袍人打爆了 很好 紫袍人冷笑 反应倒也不慢 一步飞身后盾 神魔塔也如影随形 悬在其头顶 极尽守护 至此 赵云才看清其尊容 拿神策一番比对 哎呀 还真是震天之神的嫡子 名幻奎江 黑暗无边 最适合做战场 奎江已重塑了体魄 却 收了神魔塔 其寓意明显 不动荒神兵 一样斩你 难得对手这般敞亮 赵云拿好意思再用神顶 都是神明禁剑 那就来呗 哄 奎江一步跨越黑暗 衣袖忽裂 卷出了九头神龙 龙躯硕大如山 抗魂的龙影 仿佛魔咒 直袭元神 灭 赵云阵臂一挥 归天九剑齐出 尽数斩杀 也是这个瞬间 他演出了丧神中 迎空砸来 咔嚓 奎江气势吞天 一掌拍了个崩裂 连带厚道的永生王座 和藏室神官也被他一脚一个踩成了虚无 正 赵云顺身杀到 一指如金芒 直戳命门 这一击倒是命中了 却是未对奎江造成半分伤害 只因那似的体魄在刹那间虚化了 虚实之道 赵云心中一语 又顺身归回 迎面便见一抹刀光 杀伤力霸裂无匹 刀光之后 还有一道剑芒 染着时光色彩 破 赵云身法不俗 挡下了刀光 却为扛住剑芒 胸膛处 被批出一道血贺 寿元还被削了千年之多 时光剑道 赵云心有诧异 没想到这祸 也如浩天 融了剑道与时光 且比浩天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剑便是千年寿命 一般的神明多挨几刀 直接就升天了 永恒一脉 不过如此 奎江又到 且还席卷了一片血色的神海 海中 有雷霆飞舞 有闪电交织 藏满了枯灭之力 和 赵云心中一语 以岁月抹平了胸膛的血贺 待神海 朝他吞没而来 他寄了虚妄之河 自东向西 开出了光明大道 硬生生地瓦解了神海 好个虚妄和 奎江悠悠一笑 天灵盖有光红冲销 成一面神境 静光是诡诀的 宛若实质 也四隐若现 极境毁灭 竟还通轮回 赵云慰继了天玉之光 半仗天地 极境防御 他登天而来 首年神龙二气 化为一刀一剑 更有造化之力加持 截断了轮回 也劈碎了神境 热身 到此结束 奎江形态变了 乌黑的长发 化作了血色 还有其眉心 也刻出了一道 晚似火焰的神闻 神闻刻出 他之气场 一路攀升 诸多法则 混合雷雨电 在其周身飞舞 最可怕的 是他的眸 竟有星辰寂灭之相 鬼晓得 他练了多少古星 以道法 藏于眼中 不愧荒神之子 赵云一步定身 黑发化作了金色 他的双目 则湿了眼珠 呈混混顿顿 然 不等两人开干 便见黑暗异动 有一片冰冷的煞气 自一片未知领域 汹涌而来 快到两人都反应不及 乃至不等避开 便被煞气淹没其中 天魔 准荒神 两人皆有言语 却是两种称谓 无论哪种 都没毛病 的确是天魔 也真是准荒急 如似幽灵 降临这片黑暗 一袭雪袍 烈烈作响 未见其法则 就见其身后 诸多尸山血海之景象 仿佛地狱 永恒体 震天之子 今日注定大风烧 天魔的笑 自带节节的阴森 带瞧其面目 更是森觉如恶鬼 舔舌头的姿态 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本章完 请订阅 行周知 优优独播放 数学